Yeah~~ 哥吉拉之旅啦~~ 喔好久沒有錄這個系列了對不對 因為最近9點的時候太多一些遊戲 要跟大家分享介紹了好不好 反正我們只要一有時間的話 就會繼續來我們這個哥吉拉之旅好不好 大家不用緊張也不用擔心 今天先來抽一下我們這邊的東西 把我們這邊的那個都變得更厲害喔 那上一次的話呢 我們的影片是帶到了我們就是那個啊 小小貓系列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可愛呢 就是我們就是那個 很像在拍電影的感覺對不對 就是一大堆那個飛行器飛在我們就是哥吉拉旁邊 那今天我們就看一下還有哪一些 就是比較可愛一些東西 或是有趣的一些搭配 我們就跟著哥吉拉一起出門冒險 這樣感覺應該是ok的齁 來來來我們先把這些全部都領出來 喔有一大堆都已經那個耶 都已經滿了是不是 因為我那個 我的那個什麼 我那個什麼 我的那個什麼 欸該怎麼說呢 我的那個什麼 欸 我的等級可能還沒有開爆到更高啦 所以他們都還沒辦法就是在往更高等級發展的那種感覺喔 來來來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來看一下齁 我們現在要打的是上一次好像打到了那個 奈良線 所以今天我們要從三重線開始好不好 哥吉拉大鬧三重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一些比較有趣的畫面可以呈現給大家喔 哥吉拉跟什麼一起呢 應該會很有趣呢 哥吉拉跟那個 跟什麼系列的 哥吉拉再加上UFO的這個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應該蠻有趣的 UFO拉麵 欸這個 這個泡麵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什麼 他唐雞喝的好像可以買到耶 來來來 這次的話這個泡麵好像就比那個 就是我們那個迷你還要再更大了 所以我們就是跟著大套麵一起探險 來看一下喔 三重線 哥吉拉 好不好 開噴 來那這邊的話比較貴一點點喔 1500跟1300好不好 1500跟1300 那這邊又多出了更多東西喔 有羊綿綿跟我們的企鵝喔 好就先出一下我們哥吉拉 他才是我們的主角啦好不好 那另外的話我們就是再出一下 我們這個UFO拉麵喔 巨大飛行器 就幫他們打廣告 大家有吃過這間的拉那個泡麵嗎 都是好不好吃耶 更大隻的這個UFO了喔 欸這次其實還蠻厲害的耶 愛上了飛碟你知道嗎 愛上了飛碟 大家有沒有吃過這間的泡麵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 感覺OK 而且感覺哥吉拉根本也不用出力 就靠這個就可以了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就有小蛇跟三人中 還有我們羊咪咪跟剛才的企鵝啦 那關卡來說的話應該就也不會太難 應該是完全尖尖風呆內 好不好 應該是OK的 然後就教給我們的哥吉拉 繼續噴 繼續噴 大家會比較喜歡大飛碟 還是喜歡我們迷你小飛碟呢 也可以分享給這邊你知道喔 我覺得上次那個迷你小飛碟好像比較可愛一點點 但我們之前的那個就是我們上一次就是那個 不死關卡 稍微有一點點就是硬嘎幫幫的感覺 喔星星出現了但是星星直接被我們打掉了 OK 沒問題三重線直接給他打掉 再來是我們的這個滋賀線喔 繼續給他轟下去了 我覺得目前來說 哥吉拉的話應該轟到噴噴老師可能會 比較有點問題而已吧 我覺得 所以大家應該最期待的就是哥吉拉之旅的噴噴老師之旅 對不對 我也是蠻期待 喔喔沒事沒事 我想說奇怪怎麼哥吉拉變貴了 因為哥吉拉我一直以為他1300 結果是這個UFO泡麵才1300 哥吉拉是1500 也是蠻貴費用的啦 但第三章的話基本上都是會比較 比較高的費用這樣子喔 來來來 噴起來噴起來 然後泡麵加起來 看他的這個碗底的顏色就感覺很好吃耶 沒吃過這間拉麵 那這個系列的話基本上除了這個就是 優果貓的拉麵的角色以外 他還有另外一個是我們的那個什麼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就是那個 是我們的那個就是巨人貓啦 巨神貓的吼 好出現了 第一次可能也算是比較難 沒事 完了 直接被UFO貓打掉了 我真的覺得 我們這個系列基本上都是 互衛哥吉拉的活動 你知道嗎 其他隻根本就是來幫哥吉拉扛一切事情 哥吉拉根本就不用做任何事情 你看這個UFO泡麵貓 直接把紅色斑海豹上直接轟爆耶 太省了吧 完全沒問題啦好不好 OK的OK的 再來是我們的補頸線 Let's go好不好 補頸線 我看一天我可以直接打個五關或是十關喔 慢慢打上去 好 出現了我們的這個河馬 一般的河馬喔 沒關係 看是你厲害還是哥吉拉厲害喔 出發出發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先不要出 先不要出那個UFO好了 我們先出 出那個 哥吉拉 看他跟河馬互噴會怎樣 來再幫他加一隻 兩隻哥吉拉 噴起來噴起來噴起來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欸很強欸 他其實很強啦 我覺得他威力是很大的 只是因為UFO貓這邊飛太快 你知道嗎 所以導致於我們哥吉拉 都還沒到點喔 我們UFO貓就已經先把敵人清掉了 所以這根本就是 哥吉拉只是不出手而已 你知道嗎 就是這種概念 哥吉拉一出手喔 變之有沒有喔 完全應該是OK的啦 來來來 要噴了要噴了要噴了 先出來的是星星喔 那星星這邊其實打這個UFO貓也打超久欸 然後一樣被我們哥吉拉一噴就直接死掉了 這兩隻的傷害好像都是一擊必殺的欸 直接一噴就直接解決了 浮行線也完全沒有問題喔 我覺得目前還是最難關的話 大家就是看他們打那個 打就是那個BOOST關卡 我覺得BOOST關卡對他們來說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再來是我們的石川線喔 欸剛好是冰天雪地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就靠我們的烈火哥吉拉來噴火 讓你們取暖一下齁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齁 來來來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一樣先把那個 哥吉拉先出個幾隻在前面之後 我們再讓他往前走喔 就不要那個 就不要那個那個就是 就不要那麼的那個好不好 不要那麼快把那個就是太強的UFO貓拍出來 我們就盡可能就是如果他真的不把往前走的時候 我們再讓他派一下那個UFO貓 這關更稍微那個敵人有點多啊 幫他開個砲好了 幫你開個砲 放輕一下 不然那個哥吉拉行動 行動速度緩慢 又是單體傷害喔 遇到這種就是一堆的角色的時候 會稍微有點有點麻煩喔 好那邊的話UFO貓可以出了 我們已經疊了三隻的哥吉拉到前面啦 應該是ok的 噴起來噴起來 噴起來噴起來噴起來 來了UFO貓 打 太神啦 沒有問題 真的欸這關的話我覺得當套哥吉拉可能會比較麻煩 因為他們是比較算單體傷害的啦 然後像這種他們敵人就是直接補足上線的話 我們就會稍微比較辛苦一點點這樣感覺 來來來 上穿線 好應該也是可以輕鬆轟掉喔 轟到他 沒有問題 好 石川線解決了 ok 沒什麼問題啦 我覺得現在都還沒有什麼問題 好再來是我們艾茲線喔 艾茲線打完的話 我們應該就可以去打一下我們這一次的那個boost關卡 差不多 好這邊先出現在是我們的鱷魚 我鱷魚這邊速度很快喔 我們基本上第一隻一定要出我們的哥吉拉啦 這樣就不是哥吉拉之旅了 所以一定要先出他 感覺就是一隻鱷魚死掉會下一隻鱷魚出現 所以應該也還算是可以穩定住喔 好噴 然後下一隻過來 我們再來噴 然後如果真的不行的話我們再派那個UFO貓 好吃好吃泡麵UFO貓啊 沒問題 噴起來噴起來噴起來 艾茲線 他現在出各餘的速率變更快喔 有開始就是變更快一點點的感覺喔 要疊了是不是 好險我們這邊 他們的那個攻擊的那個 速度是不太一樣的 這樣會比較好 這樣至少就是一隻過來然後另外一隻我們再轟這樣 就不太會就是 K到啊 因為他們如果兩隻是同一個時間轟火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沒辦法那麼快速的在補足上限往前 這樣子的概念 來來來 轟起來轟起來 這罐好像只有鱷魚而已耶 會不會沒有其他東西啊 怎麼只有鱷魚 來來來 還有誰 喔 又是搬海報商 感覺現在後面的話都會出很多這個搬海報商了喔 所以如果是那個 新手來說的話呢 紅色敵人的角色的話在這個時候就派上用場 你看我們哥家已經開始 你看噴不太死他了耶 有點麻煩喔各位 我們等級算是還蠻高的耶 所以新手朋友如果真的遇到這種角色的話 就是帶上那個 其實我覺得美魔貓應該就可以了 就是美容貓啦 美容貓就OK了 然後你可能就帶上一些就是那個 哇 越來越多鱷魚了 噴得掉嗎 幫他開個砲好了 砲一開應該解決了 沒問題 又疊了 又疊來了 完了完了完了 哥提拉群BS鱷魚群耶 我覺得可能會哥家群輸掉耶 哥家群 完了完了完了 第一個大難關了 趕快補足一下我們UFO貓 但其實哥家的血量還蠻高的 他其實撐得很住耶 完蛋 但好險我們這邊UFO貓是那個啦 是那個範圍攻擊角色 所以他可以炸一排這個鱷魚 完蛋了 到底是哥家群強 還是我們鱷魚群強呢 結果發現全部都在依靠我們 就是那個UFO貓 我覺得還是 UFO貓好像更厲害一點點喔 炸範圍也比較強啦 我覺得可惜 如果哥家他是能夠炸範圍的話就OK了 沒問題 愛知獻解決 稍微有點麻煩了喔 再來就是我們的那個BOOST關卡 今天的BOOST關卡是神奈穿線 我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我還蠻害怕他如果之後要打那種就是 迷你小泉我的關卡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喔 我們這個感覺不叫是哥家之旅 叫做死之旅 已經變成完完全的做死之旅了 硬要這樣搞這樣子喔 那這關的話我們就不演了 我們這些東西都要直接出了 不然應該我覺得會很麻煩喔 現在還可以燒一次就直接把那個 就是小蛇給燒出來 還算是OK 那基本上一般如果不是那種就是我們的搶狗的話 搶狗的話除外其他隻基本上就是 你打兩下他就不會再恢復到那個骨頭狀態了 所以盡可能燒爆他們應該就OK了喔 燒起來燒起來 一下一隻就沒有問題了 好不好 一下一隻就沒有問題了 噴起來噴起來噴起來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骨頭 那我們盡可能往塔前前進啦 希望碰塔之後不要碰出一些恐怖的東西就應該OK了 好 碰塔了 碰塔了 神奈穿線 喔 又是 今天真的是 搬海報商日記喔 一堆搬海報商捏 但好險我們有這個好吃的泡麵 其實我不知道好不好吃啦 大家如果有吃過的話可以跟哲林分享一下 看起來很好吃啦 但實際不知道啦 越來越難的欸 越來越多那個 恐怖的東西出現了 搬海報商也出現的話 喔 還有不死珠珠 OMG 喔 不死珠珠 我們現在只能繼續往前了 然後趕快烘塔 拜託了 這個不死珠珠珠一出來 我覺得應該要死一片了 各位 你們怎麼看 我覺得有可能喔 欸 不一定喔 因為我們這邊前面其實已經疊了很多隻 哥吉拉囉 加油啊 然後希望那個不死珠珠 完了 沒事沒事 直接被我們的強大哥加火力烘爆了 那還行那還行 你看他們基本上會不太來 哇 不死星星 不死星友我就不知道囉 不死星星就感覺有點麻煩喔 有點汗喔 嗨呀 嗨呀 還沒事沒事 打掉了 打掉了 哇 但是 哥吉拉會不會終於 這麼多集 終於死一隻了呢 目前都還沒有死過喔 還行喔 加油啊 哥吉拉 噴死他們 我覺得還行啦 我們現在目前火力疊起來還算是OK 所以其實哥吉拉不會看起來很爛 他其實看起來還是滿猛的 就是了 疊起來的話基本上雖然是單體傷害 但是傷害也是很足喔 紅豹河馬 哇 我們神一隻哥吉拉了 完了 神兩隻哥吉拉了 我從這邊開始哥吉拉開始會死亡了喔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沒事沒事 能夠通關就好了 還行耶 這也是越來越難的耶 還不錯 那我們今天要讓他登登登的 就是我們UFO的泡麵貓 那你們有沒有吃過這件泡麵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先進各家資訊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取品牌 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